什麼!Youtube更新了! 新的盈利政策! 我要馬插一彈啊! 為什麼? 今天就帶你來去看看喔! Youtuber們,你是不是也會被影響到呢? 嗨!歡迎回到羽翼之兔說說的時間 那我們今天要說的是什麼呢? 說說Youtube最近更改了他的新的盈利的資格喔! 那如果你一定是舊的盈利的人 是不是也會被影響到呢? 我是不是會剷的蛋捏! 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這個! 喔!在聊之前不要忘了喔!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趕快點擊下方的訂閱訂閱我的頻道喔! 旁邊的鈴鐺也不要忘了喔! 才可以即時接收到我頻道的最新更新喔! 如果喜歡影片請給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喔! 好!那我們就接我們的主題囉! 那最新的盈利的方式是什麼? 如果你是新同學要剛開啟盈利的話 你必須要在12個月內 然後達到4000小時的觀看 不是觀看廁所喔! 是觀看小時喔! 那你可以在你的創作的工作室裡面 有一個數據分析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你 12個月內 你有多少個觀看小時 那不是吃說 要強調是小時 然後 接下來比較困難的一個就是 你要達到1000訂閱 才可以開啟盈利 蛤? 要1000訂閱 那就會有人問說 那我現在是一定開啟盈利的人 我是不是會被影響到呢? YES! 當然會被影響到啦! 恩 如果你現在是一定開啟盈利的 但是你這三個條件沒有達到的話 那你在2018年2月10號 沒有達到這個三個目標的話 那你就會被關起盈利 就是你的眼皮再也不能盈利了 你要達到這三個條件之後 你才可以再一次的升起 開通盈利 所以我是炸A蛋 因為我沒有1000訂閱 而且要在一個月內 農到1000訂閱 是非常困難的 那說說為什麼Youtube會做出 這樣子的一個大動作呢? 因為就是因為之前 Logan Paul 就是那個日本的那個 自殺森林的事件 吵得背背洋洋的 那Youtube也非常的震怒 恩 在Twitter上面有看到 Youtube非常生氣的一個推文這樣子 那就導致了 他開始要肅清一些Youtube 恩 但是以我個人 羽翼之兔 個人的一個想法制 我覺得Youtube做這件事情 有點粉末導致了 因為如果你開了這麼高的一個條件 那不是更多人為了要趕快達到這個條件 就會開始拍 拍一些 呃 華眾取寵的影片 或是一些 更能吸引到觀眾的影片 是吧 那那一些 即使已經達到這個目標的人 他為了吸引他更多的觀眾 他不是也是會做出這樣子的一個行為嗎?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是提高你的條件 而是好好的審核影片的內容 審核的機制 應該要更嚴格 恩 就是 一面的提高了條件 讓有一些 就是 新來的創作者 會覺得說 真的是一個很困難的里程 杯之類的 那他說其實在創作者工作室的一個社群裡面 他其實有提供了很多的方法 可以提高你的觀看力啦 提高你的這些訂閱之類的 阿表面上面說說的 大家都蠻會 你這個教課書在那邊 呃 一千訂閱的還是一千訂閱 一萬訂閱的也是一萬訂閱阿 恩 阿幾百訂閱的還是幾百訂閱阿 恩 恩 恩 所以你覺得你的一個教課書就可以讓所有人都變成百萬的youtuber 幾千的 幾千訂閱的youtuber嗎 不會吧 你不可能因為這樣子 然後你因為他教課書的門邊 所說的就變成一千訂閱照本宣科 然後就變成一千一萬百萬訂閱嗎 不會阿 你除了學習到他這些 呃 這些技巧之外 你還要把它應用到影片上面 你要能吸收學會運動到這些影片裡面 那你覺得對創作者來說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嗎 恩 不是人人都是浩浩 可以這樣子業配的阿 不對 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出去玩阿 講流會一樣 排這麼多的Vbug阿 是吧 而且有人是兼差的 有想過嗎 雖然不是全職的youtuber 他可能只有假日的時間可以去拍影片 所以我不知道他提高這些的意義的內容是怎麼樣 就是 這邊是創作者 然後這邊是創作者 這邊是廣告商 所以中間是youtube 所以youtube的偏向就偏到廣告商那邊 他為了迎合廣告商 然後選擇犧牲了創作者 嗯 雖然說犧牲有點太誇張了一點 但是他現在的一個政策就是比較傾向 廣告商他為了要可以盈利 所以可以在youtube上面有賺錢嘛 所以他一定要比較迎合到廣告商他的口味 所以創作者在這邊就必須 嗯 犧牲一點阿 所以現在要想辦法在一個月內衝到一千訂閱 我覺得很困難阿 對 就沒關係就慢慢來 那你可以 如果你對這個youtube新的政策有什麼樣的想法和意見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來說說你對youtube新的政策的這個想法是怎麼樣 嗯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子啦 影片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給我點一個大大的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趕快點擊訂閱喔 那旁邊的鈴鐺也不要忘了喔 那今天有我們可愛的皮卡丘束口袋為我們做結尾喔 你想要裝什麼東西 只要他的肚子裡面吞著進去的東西 你都可以放喔 好 那今天就這樣 我們看我們下次用怎樣的影片來記錄生活囉 掰掰 在錄影的時候 皮卡丘一直不想要乖乖的站在這邊 一直掉下來呀 所以你是想要跟哪個誰見面嗎 你喜歡哪一個youtuber嗎 那麼想要跟他 嗯